小丝姐姐是最漂亮的公主 是不是小丝姐姐是最漂亮的公主 因为她会跟爸爸一样做好事 你不要当公主喔 因为她要当公主 那爸比我可以问一下 你口袋里面有没有钱吗 你现在有钱吗 你有没有钱 你有多少钱 你有多少钱吗 看一下哇你口袋很深耶 爸比 口袋很深的意思 她那个不懂 对她就问 真的口袋里面有没有钱啊 有就有 没有 没有啊 对 我本来想问你 因为妈咪收口袋 那妈咪的口袋里面有没有钱啊 妈咪口袋有没有 你看一下 妈咪口袋有没有 你不要把妈咪的裤子给拉下去了 有没有 口袋有没有钱啊 我今天有交代她 我说实在我今天有交代她 说你上来千万不要给我搞笑 没有 没有钱喔 哎呦我本来小妈妈口袋有多少钱 我们就把它捐出来好不好 好 可以吗 可以吗 我们把钱捐出来好不好 是 就是把你的钱给别人 给需要帮忙的人 OK OK 这么快就点头了 她其实很容易 她一定不知道多少钱 没有 其实她她平常很有趣 她有时候像我们前一阵 我带她去看眼睛嘛 然后呢在路上真的就有很多 就是可能有一些团体 弱势的团体 然后需要帮助 所以她就刚刚好就走到她旁边 走到我旁边来 然后她就把我的手一拉 往她那边去 然后她就看着我 然后我就说你是不是想买 她说对了 然后呢 你们就掏钱买了 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想买 她说你不是平常说要帮助别人 然后 我其实我那一刻我很开心 我开心的是就是我平常告诉她的 她其实都听进去了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父母 对孩子教育就是太重要了 就是你说什么 然后你也做了 因为平常我们也会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后来呢又有另外一个 也过来 嗯 就是我们回去的时候 有另外的 也需要我们买的 然后她就说 我就停了在那边 她说妈咪你不买吗 哈哈哈哈 所以